中国最香的乌龙茶之一 五宜盐茶肉桂 大家好 这里是中益茶室 中国最香的乌龙茶有好多款 包括我之前视频所说的 比如说广东的凤凰丹丛 还有台湾的梨山茶 还有呢就是我们福建的张品水仙 那这一款茶就是我们五宜山的盐茶之一 五宜肉桂 在很多初学者茶友 包括第一次喝盐茶的茶友的印象里 五宜盐茶是一股焦味 是一股碳味 是一股碳烧味 总是很难接受 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说 五宜盐茶之一的肉桂 它是中国乌龙茶里面最香的其中一款茶呢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款茶的特点 它到底香在哪里 首先要讲解一下 就是这款茶 我们是今年的新茶 2023年5月份生产的新茶 然后看茶的外观呢 它是比较轻的茶 也就是低火慢倍的茶 大家放心啊 很多喝盐茶呢 就怕我们没有背火背透 只是走水走了一遍 但是我们这款茶 非常保证的给大家说 这款茶已经是低火慢背 背得非常透了 不会反清的茶 那这款茶也是我今年做的一款试验茶 那几乎市场上所有的茶商是没有 把一道火的茶拿出来卖到 但是我觉得一道火的盐茶 或者是背透一道火的盐茶 它才是真正代表了 肉桂这款品种的 保留了它的原有的香味 原有的特点 倒水 我们的头量是7到8克就可以了 如果新手茶油的话 我建议6克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泡茶汤 颜色泡出来比较绿 有点像凤凰丹虫 或者是张瓶水线清香型的颜色 你们看一下第一泡茶我们不喝 哇 现在就已经闻到花香了 很明显的一股质子花香 加上奶香的味道 非常的迷人 可以看一下第二泡的茶汤颜色 比第一泡更明亮一点 然后它的颜色以橙黄金黄为主 这种颜色就代表了它的火候不会高 我们来试喝一下 哇 这种茶我首先要声明 这款茶它在夏天喝是真的很好喝 非常的清爽 非常的解渴 非常的生津止渴 这款茶的特点在来呢 为什么我会说它是中国最香的乌龙茶之一呢 我们现在市场上所喝到的所有的盐茶 都是基于它原味 也就是它原本 比如说肉桂水仙 它原本的味道上在加于改变 什么改变呢 就是工艺的改变 我们就是所谓的工艺香 或者是工艺味 它经过一次碳杯 两次碳杯 三次碳杯 甚至是四次 五次碳杯 然后把它的原味改变了大部分 所以就变成了那种碳杯香 或者是那种工艺香 所以呢 这款茶 我特意叫厂家师傅给我 只要被一道火 因为我认为啊 一道火 这是我个人认为啊 一道火是最接近于盐茶它的本味 也就是它茶青的味道 这款茶喝进去什么味道呢 有点像凤凰丹虫那一类口味啊 但是口感呢 会比凤凰丹虫更柔和一点 凤凰丹虫大家有喝过的话 都应该都知道不管任何品种的凤凰丹虫 它喝进去真的非常烈啊 跟白酒一样非常的烈 但是它的香味也非常的冲 我们这款盐茶呢 制作出来以后呢 我主打的是茶汤要揉 茶水要香 然后呢 第三呢 它的那个茶香味要优 要优然 不能太冲 现在让你们看一下茶底啊 茶底的颜色呢 它是属于绿叶红香边的 但它绿色呢 又不会太绿 带一点盐茶那种深褐色 它的耐泡度差不多是10泡到12泡左右 为什么我今年会推出这款茶 大胆的尝试呢 因为每年去五一乡都是五月份去出差 然后看一下制茶的工艺 每年喝到的茅茶真的是太香太香了 我真的想茅茶推荐给大家 但是茅茶呢 因为它的水分含量还是比较高 还是没有精致过的茶 所以呢 虽然很香 很好喝 但是它拿出来销售的话 是不符合执行标准的 所以呢 今年我们就在茅茶的基础上 再给它背一道火 背透的火 这种茶呢 就适于保存 就适合于执行标准了 所以这种茶大家喝的是比较放心 特别是在大夏天啊 喝这种茶真的非常的爽 如果喜欢喝香型的茶友 我真的推荐大家尝试一下这款茶 这款茶会打破你对盐茶的那种偏见 它没有苦涩味 没有焦味 没有碳背味 完全就是肉桂茶的本身原味